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说过去几个月 是有400多组的交通灯受到损坏 但是昨天一天已经有超过100组的交通灯受到损坏 我觉得很不方便 如果发生了交通意外 不要这样的破坏 交通灯是確保道路安全 是一個很重要的設施 希望大家是愛護和不要破壞 地鐵是大鋒乘車要用的 地鐵是公帑來起的 你打爛了然後又要換 那是否大家先不用乘車 要去上班 你都不是說想去上班就可以去上班 之前就試過上班 差了四個多小時才可以回到公司 有時候回到公司 那些客人未必可以過來 那這個就肯定我們是守庭口庭 你服務行業個個都是這樣的 你不做事你就沒有收入了 這種暴力破壞的行為 第一違法 第二自私 第三愚蠢 第四是 到整個社會不負責任 香港每一個市民的光年 但是 現在我們看的就是